好 我們要講的第一個分離的就是課本的實驗 實鹽 粗鹽的精緻 我們現在都沒有粗鹽就把實鹽跟沙子放在一起喇喇 就是先加水 加水 實鹽會溶 沙子不會溶 然後呢 透過濾 過濾出來 所以這叫做溶解之後過濾 所以我們把它叫做溶解過濾碼 這邊有幾件事情注意 第一個 你還記得濾子要怎麼樣嗎 那個濾子要怎麼處理 你還記得嗎 第二個 這個漏斗擠 漏斗長款的地方 跟那個燒杯要怎麼處理 你還記得嗎 你還記得嗎 好 知道我會問 這個我當鬼都會問 然後呢 煮完之後的濾液 把它倒在蒸發營裡面 然後呢 過去煮 煮完以後 水跑掉 鹽巴在裡面形成結晶 所以這叫做蒸發結晶棒 水的沸點比較低就先跑掉了 鹽巴有點掉就留在裡面 這叫做蒸發結晶棒 這叫做蒸發結晶棒 所以我們就得到了金眼 得到了那個營 OK 就是我們整個做的方式是大概這樣 那個我剛剛講過了 濾子要幹嘛 我們說要以對摺再對摺 然後撕掉一小腳 為什麼 避免翹緊 讓它能夠貼緊漏斗臂 貼緊漏斗臂 這是濾子的部分 還有呢 恐慌要自己說那個漏斗頸 那個長的部分 要貼緊燒杯滴 為什麼呢 要避免濾液漸頸 不要讓它到處噴 要到處噴 不要到處噴 要不要到處噴 所以這是我們操作的時候的注意事項 就是我們當初上課的時候跟各位講過 操作的時候的注意事項 避免濾液漸頸 還有那個過濾完了之後的東西叫做食鹽水 它是混合物 它不是純物質 OK 就是你要曉得的事情 好 然後曾媽咪 我們上次做的時候說 我們為什麼會蓋一個那個錶玻璃什麼之類的 避免它噴噴 或者是放個漏斗 它那個氣可以跑掉 這是我們操作的時候經理過的事情 好 看一看就可以了 好 這是以前做食鹽的時候都跟你講過的話 好 來 停車站接問 這件事情是要告訴你要怎麼倒 你還記得怎麼倒嗎 讓它沿著播放 留下來 不要那個水到處噴 到處流 到處灑 這是怎麼樣到的方法 這個叫做濾紙 這個叫做濾紙 剛才告訴問過你 這個濾紙要怎麼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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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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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濾紙拿給你 你要怎麼把它放上去 你要做什麼動作 對折對折 對折 請錯 對折再對折 要撕掉一小腳 為什麼要撕掉一小腳 避免它要翹起來 這裡要注意什麼事情 那個漏斗井 那個漏斗井 我們叫你注意 我們漏斗井 我們要你注意什麼事 漏斗井 我們要你注意什麼事情 請接燒餅 請接燒餅 沒有這一號了 別想說不要拿掉它 每次抽它沒有的人 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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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漏斗井 要注意什麼事 不知道 請坐 來不要 不要 我要你 貼緊燒餅 你說為什麼要貼緊燒飛屁 為什麼要貼緊燒飛屁 24 謝謝 我用照顧女生 對嘛 24 避免綠翼漸行 請坐 要避免綠翼漸行 最後 請問你 你過濾出來的綠翼 是個純物質還是混合物 純物質還是混合物 12號 12號 不 那個綠翼是純物質混合物 不錯 這個 這個綠翼是混合物 這個綠翼是混合物 以上就是我們做的重要實驗 粗鹽的精緻 食鹽跟沙的分離 請你注意的過程中 我用了什麼方法 用了什麼性質 學著注意事項 怎麼摺綠子 鬥鬥請教怎麼處理之類的 以上就是有關於 出言精緻的部分 OK嗎 OK 很好 好嗎 好嗎 谢谢大家